非常多人都一直在问我双眼皮贴 我觉得双眼皮贴每一年都在进化 我用的确实也是变化不少 没有局限品牌 我现在说我个人是内霜 但是我的眼皮折子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常常会有变化 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明显的双眼皮 有的时候又会内霜到很像单眼皮 总之两只眼睛看起来常常是会不一样的状态 我就会习惯找各种好用的双眼皮贴 包含素颜的时候 我也会想要让两只眼睛看起来是一样的 你知道就很想给它对称一下吗 我很早以前呢就分享过 那个时候我用的双眼皮贴 是很细很细一拉然后贴上去 真的非常非常的隐形 有的时候连我自己手这么巧的人 都会贴一个可能三四次 他才有办法撑个一整天 那个时候也是会有久久一次外出突然掉了 所以随身会带的双眼皮贴 也还蛮多人会跟我讨论说 那你怎么不去割双眼皮呢 嗯 其实我蛮想的啦 但是一方面我还蛮了解自己的眼皮 变化性还蛮大的 如果对于不是这么了解我的医生 会担心就算厉害的医生弄了之后 我还要再去调我这么变化大的眼皮 那我不就白割了吗 我真的就是会觉得很麻烦嘛 所以一直都还没有这种冲动 无论你是微诊还是真心 真的就是一股冲动或是憧憬 当然我是不建议这种憧憬啦 你自己要先了解自己 再去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 我不觉得真心是不好的事情 多问一声 问越多你就会越了解 但是我对于眼睛细节的一些调整 是有兴趣多尝试的 所以我就对于双眼皮贴 有种认真的制作 可以这样讲吗 那种出双眼皮贴的 一定也会知道每一年的变化性 其实是有的 所以他们才会一直进化一直进化 那以前最好用的就是AB 这个品牌呢是日本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最好用 只是它太贵了 后来就也习惯那个价钱 就觉得好用双眼皮贴 确实就是较贵啦 因为真的就是也尝试过各种不同价格 不同品牌 然后我觉得黏的真的是最难用的 还要等它干 如果说眼皮油油的 然后闭开的话 多尴尬啊 就是那个印子在那边 有些单眼皮的人呢 眼皮会很肿很浮 那种这些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 后来呢有找造型式的关系 就是说原来淘宝也有卖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它用的那个真的超年 真的可以把我眼皮撑得很好 有的时候还是会尝试个两三次啦 可是至少这种呢 真的是连就是可能很服装很难贴上去的人呢 对他们来想我觉得应该会是最有效 所以我一定要分享给你们 这边总共有五家都是淘宝买的 很类似的网状双眼皮贴 它价格真的让我瞎到逼 日本品牌这种便宜太多太多了 会让你的眼睛亮起来 又黏然后又很多 这些不同品牌做得很像 但是它的颜色稍微会有点不同 或者是包装不太一样 所以我才想要尝试 这边就是我过去有买来用过的 还有我之前爱用但是那个已经用完 没有在这边的 雷丝状裸空 会看起来很自然 但是对不少人来说也是很难驾驭就对了啦 以目前来说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这种网状蕾丝感 有浅到深 然后真的是偏灰的 因为每个人的肤色不同 上妆的感觉不同 那我会跟你们说我觉得最好用的 它基本上是以这两种形状为主 这个呢是看起来会很自然的 要画比较完整妆的时候 我还是得用这种比较粗的 就是我现在眼睛上的 就化妆上去之后 它会是很自然的 这种颜色比较适合外国人的皮肤 肤色丝腕的那种感觉 比较偏白一点 亚洲人的话我觉得像这种 跟这种 透灰感会比较自然一点 像这个是颜色最深的 皮肤比较黑一点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也是可以 它这个是不用再沾那个凝胶的 是直接拔下来就可以贴上去的 你就不要用手了嘛 因为手一定会有脏窝 然后你再贴上去 它就没有办法这么的粘 又或者是没办法这么的服贴自然 工具当然就很重要了好不好 原本这些夹子呢 是我要来夹粉丝用的 稍微聊一下 夹粉丝这种最尖 其实没有很好夹 要这种有点弯弯的 这由台湾呢 最好用的是这种 非常的尖非常的细 可是这真的要手巧的人 不然真的 还是会不小心伤到自己 哪一支来贴双眼皮贴最好用 一般比较多人是用这种 平 薄 跟这种 但是这个都会伤到双眼皮贴 因为它这个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黏 你看 就会去折到它 丢掉一直在冲 一直在冲 浪费更多 你用越尖越细的 会越好夹 而且越少伤到它 去把它挑起 看到 它碰到的部分就很爽 你要拿起来的时候 也比较不会去伤到你的妆 多方便啊 不要再用那么粗糙的好不好 我常常用一些东西呢 很多网友就会留言给我说 看起来太危险了吧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用手真的就很巧啊 我就可以做得很好啊 就是喜欢这种手感啊 成就感就很搭 我就讲过 关于挤痘痘加粉丝这件事情 我真的就是比那些清楚粉刺的专业人员 或是医生还要厉害 真的不是我在自大 看人家弄这种东西 它处理不好 我真的就是受不了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再用细致一点 不能细致一点 为什么不能弄细一点呢 我这些夹子呢 都是在夜市 转买这些小东西小工具的地方买的 这种衣植场上都是五百到一千左右 这种很细的也是可以 你在一般康市美区城市 保雅绝对都摆不到这么细的啊 我都有看 那些都很粗糙 现在这种就是平常我上妆用 很有力的双眼皮贴 灰一点的是目前我觉得其实是 蛮适合有妆的时候使用 没有妆的话 它就会明显比较深一点 这两个都是网状的 贴一整天也不会因为眼皮很有而掉下来 但是也有这种状况 浮起来的这个颜色 这种就有可能之后油而渗进去 如果会有担心这种状况 当然就是撕下来一个带出来 因为这种其实你有上妆贴 它就是都还是会很自然的双眼皮 至少那整个眼神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是蛮喜欢这样子的包装 细带又方便 只需要把它就撕下来 也不会很长空间 怎么贴双眼皮还是要多尝试 知道说你的高度在哪边 像我这一只眼睛 高度有时候要贴高一点贴低一点 它才会好看 我现在这样看 会觉得这只眼睛看起来颜色比较自然 然后这只好像很明显偏黄一点 皮肤就是比较偏黄的话 可能这个就会适合你 双眼皮贴的颜色 跟你要画的妆也会有关系 以我的肤色来说 像这种比较偏丝袜黄 就非常适合画 偏橘色的妆 会看起来更自然 算是最相近的 每只导族贴上去好像颜色浅一点 米灰色 维米粒也是带一点灰的颜色 这边就比较偏黄一点 大眼睛女孩 这个就生蛮多的 然后又稍微黄一点 它越接近你的肤色 或越接近你的妆感 那样才是最自然的 偏素颜或淡妆 你想要自然的话 那种时候才是选最接近你的肤色 而且没有化妆的时候 本来皮肤就会比较偏黄一点嘛 亚洲很多女生都是这样 好这三种呢 用在这种或是这个上面 会建议就是买这一种的 有什么差别的 这种是布面的嘛 但是眼皮会出油的人 跟妆会化比较浓的人 会没有办法 它会撑不住 你眼皮一油 妆就会一起脱 然后它就会变得更明显 这个拿下来的时候 它会平平的贴上去 它会很好去对你要的位置 那这一个呢 拿下来 有没有 它会弯它会飘 而且它会静电 比较不好抓位置 所以我才说不要这一种包装 目前我觉得就是这种包装 实用性跟好用度是最好的 贴这种给你们看 两只眼睛有什么不同 细的当然会看起来更自然 贴比较高就会有一种状况 我现在可以看起来眼睛很亮 可是可能过不了半天 它就会就是撑不住 而又变回我的那一双 比我平常 可以撑比较久 然后比较自然的高度 贴起来会是怎样 比较自然的双眼皮 就是这样子 远看的时候 感觉好像就没有 这么的明显感觉 好像看起来妆就是不够细致 或你就会觉得你的眼线变比较粗 很明显的妆感 但是当你双眼皮很明显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说你的眼线好像有点太粗 我观看起来会更厉害 主要就是选色问题 可以多买个一两个颜色来尝试啦 之前我说很好用 也类似这个 比用这个一条线的更难乘坐 但是这粘性都没有这个来的好 而且它这个很贵 然后日本那个就是比较隐形 但是它真的没有这么粘 真的还蛮无感 但是如果皮是很固执的人 真的没有办法撑很久 超薄的 稍微比较有颜色的感觉 这个就是粘性好的 比较撑得起来 布的 它会更容易浮起来 颜色也会不均匀的在上面 淡妆或素颜的时候用这个 它也不会明显到就是很不自然 这也是我现在很爱用的原因 整个很撑得起来 比较一下 这种型确实就比较自然 适合素颜或是淡妆 这个稍微比较明显 但是放大度就比较厉害 徐娘子的眼睛可以撑得更大 看得出来这个真的是比较深 我最喜欢用的 它真的很能撑而且又超黏 贴比刚刚更上面一点 眼睛更放大的感觉 这个颜色确实在素颜贴是 稍微比较深一点 可是你眼皮出油之后 这种比较浅的 看起来比较明显 所以选比你肤色稍微 深一点或是偏灰的 会最符合你的需求 稍微比较明显 四周六星鲜 四周找一详 一详 三辈志 三辈志 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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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详